近日刘亦菲 林志颖 张维健等明星被网友评价为演啥都一个调调 尤其是香港演员张维健近几年虽然一直活跃在音频上 出演了《小鱼儿》与《华无缺》《隋唐英雄》等电视剧作品 但似乎演技没什么突破 网友评在其表演能力始终停留在1999年饰演的活泼可爱的方世玉身上 对此曾多次与张维健合作过的导演吴德华不免为好友抱不平 张维健非常聪明的一个好演员 人聪明的人演技还能怎样你想想肯定很棒 我觉得Dicky没有什么不好 他这个演出反而是很有味道 其实也就是我们平常说各花各眼大家各喜欢 但我觉得Dicky的戏我是很喜欢的 面对网友对张维健的批评声导演吴德华依旧力挺好友 他表示目前已经正在筹划新的剧本还会继续和张维健合作 我很期待下次再跟他合作 现在越来越多的选秀选迷比赛让观众眼花缭乱 不时传出的内幕说让很多观众和选手对比赛没有信心 作为我的中国梦记2013首届中华文化小姐全球大赛广东赛区职委会主席 吴德华一开始就表明决心 我非常欢迎媒体和各界的朋友来监督指证 让我们知道 而是我们有一个是铁律 一个铁的纪律 就是说任何一个分赛区和选手如果有不符合我们标准的行为 一票否决 如果这个赛区有选手有问题 我连这个赛区都取消他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